都说当兵后悔三年,不当兵后悔一辈子,这是对所有热血男儿说的,他们都是抱着为祖国,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和志向,走进军营,当兵的味道,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体会到,他们离开部队后,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,会怀念部队的生活,会成为一个军迷,还会喜欢上军事题材篇, 很多当过兵的人都看过《我是特种兵》这部电视剧,他讲述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走进部队后的生活,《我是特种兵》第一部在2011年上映,有古智欣,学家,刘小杰,庞金卫领先主演,这部剧在当时非常的火,而且在很多同类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中都可谓是独树一帜,亮点非常多,很好的描述了部队的生活, 《我是特种兵》现已拍到第五部,新剧名为《我是特种兵》之历见行动,或将于明年登陆个大电视台,由江医生,深奥领先主演,任科诺,李飞,好帅,红卫,周昆林,何达,纵星云,陈美林,张静,狼峰,侯勇,任天意,胡达等联合主演, 在新剧中将有多位第一部的演员回归,包括狼峰,侯勇,任天意,胡达等等,只是主演又换了,由今年演员将一生出演,他曾出演过《特种兵之霹雳火》,和《特种兵之火凤凰》,而大家更期待小庄的扮演者古智欣能够回归, 他出演的第一部《特种兵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那一部也是最为经典的,除了电视剧《我是特种兵之历见行动》值得期待了,还有电影《战狼3》,《黑三角风云》也很值得期待,这两部都属于军事题材篇,《战狼3》导演吴丁曾主演《我是特种兵》系列第二部,《黑三角风云》则由香港导演刘宝贤指导,安志杰,吕良伟, 谢孟伟,徐东东,领贤主演,《前三人》都是娱乐圈中的硬汉明星,《黑三角风云》中的打斗场面要比《战狼3》更为刺激,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。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